各位觀眾 各位網友 大家好 又想說說我的拍檔 曾志豪 大家知道 阿豪仔這兩天很沒時間 有一個單車的比賽在台灣 好像是完成了一個葬舉 詳情你看回他的Youtube 我在這裡除了恭喜他 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這傢伙很棒 當然他不是我這樣 我帶他20年 他的體力相當好 意志也很強 他想做的事他一定要做到 馬拉松也能跑到 單車的比賽也行 他好像說不需要包尾 已經很心滿意足 我不是說這件事 我說他就是 他在明報有一個欄的 一個星期一次 在這個觀點版裏面 評論一下這個時事 兩個星期之前 被保安局點名 有些人出去了 也有危害國家安全 那就是二號寫的 為什麼愛國學生也變成黑暴 他說他 刻意淡化 這個白紙運動 是顏色革命的 有這個精兆 這樣說他 講完兩個星期 然後豪仔一個星期就寫一次 這個星期又來 給政府發言人 點名 發聲明說他評論偏頗混淆 視聽表示遺憾 他寫什麼呢 這篇文章叫做以科學 讓Google安心出行 內容提到政府放棄安心出行 以及要求Google 將正確的國歌置頂 是不符合科學精神的 那麼 這個政府發言人就說他 晚上他出了之後 昨天那篇文章 晚上發表聲明說 斥 作者自稱是時事評論員 但是不清楚認知事情的嚴重性 就說他借用其他的例子 企圖和這一次損害民族尊嚴的事件 相提並論隱遇失意 必須指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只有二孔軍進行曲一首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象徵和標誌 所有人都應該尊重和維護 任何人企圖用其他歌曲混淆是不對的 這是大是大非的問題 有關網絡搜尋器引擎 有可能移除錯誤的訊息 當期搜尋引擎的演算法 將一首和港獨示威有關密切關聯的歌曲 創意顯示為國歌時 寓意糾正應有之意 並會繼續與有關網絡搜尋引擎進行交涉 好了 豪仔寫什麼呢 因為那篇文章是免費看的 現在要再看 也不是看不到的 有連結才可以 我給大家一條連結 上去看吧 一開始 豪仔寫一篇文章 1919年五四運動的德先生 塞先生 德先生就是democracy 民主 塞先生就是science science 德先生重要 不過塞先生也不能缺少 他在說什麼呢 最近發生的事證明我們需要塞先生 豪仔寫的批評 根本現在突然之間 要取消安心出行 究竟你的理據在哪裡呢 前兩天之前已經說 什麼都不取消 突然說取消 安心出行就完成歷史任務了 表面上來看就是好消息 但是問題就是 整個決策過程充滿政治計算 偏偏欠缺科學論證 例如每天新冠確診數字破萬 徘徊不下 當局環比起過去的高峰期還要高 當奴聰謀批評 躺平是共父王全的時候 每天確診的數字只不過是數千 為什麼現在的確診數字比共父王全論環要高的時候 突然間放棄奴局長 推崇備致很有用的安心出行呢 數日前回應記者還說 要繼續維持安心出行 但是短尊幾天 有什麼重大變化 令勞局長打倒自己 突然間取消呢 其實大家都很清楚 和大陸的新十條 包括不再檢查健康碼的措施 當然有關 所以問題來了 我們防疫政策 是不是只要緊緊中央 我們緊緊中央放寬 我們就放寬呢 問得很好 是提到一個科學的問題 正如我 在過往幾次也不驗 大陸這個炎防死守 Omicron是不科學的 怕後尾枕怕腦袋 說全部都放了 都是不科學的 都是政治 香港也是一樣 前兩天才說要維持安心出行 是吧 不可以躺平 今天 疫情是不是很嚴峻呢 上萬人確診 又可以放棄安心出行 那是不是缺責科學 你不是緊緊中央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觸動了他痛處 所以他反應 有這個回應 盧聰某說 堅持香港防疫 無需緊緊內地 究竟防疫路上 是不是有一國兩制的空間 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取消安心出行 就不值得興奧了 香港防疫是閉腳前行 防疫政策 最有發言權的 就是醫療專家 但專家 早幾天前 已經要求港府 取消沒用的妖民政策 被冷待閒置 只有官大一級客四人的上級出聲 下游才有反應 如果防疫政策揣摩上意 已經是不科學 市民真的沒有法安心出行 誰知道下一次是在鬆定 確實是 你一直沒有路線圖 沒有時間表 突然之間 那不是這個中國大陸 防疫新十條是什麼呢 你這個放寬 只有這個原因 好了 接著郭哥 Google搜尋委出現錯誤 香港國歌亦是如是 科學精神就要了解 網絡搜尋引擎運作的演算原理 重充找出解決方法 現在各級官員殺氣騰騰 都是我用的字眼 差點想捉拿科技公司歸案 什麼差點 湯家驊說了 他們協助分裂國家 葉劉就說要傳召他們去立法會 全力及特權法要他們解釋 細騰騰 觸拿科技公司歸案 甚至希望Google更改搜尋結果 可視搜尋引擎本來就是反映網上的生態環境 譬如你搜尋器裡面輸入太子站出來的結果 很多都跟2019年831事件有關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肯定是不滿意 難道你又要求Google更改結果嗎 要令太子站變回普通車站的名稱嗎 我上去看過了 是有普通車站的名稱 但也有831事件 這是不科學精神 就好像取消安慎出人一樣 只講結果不問原因 不能安心只能擔心 科學家愛因斯坦說過 直覺是上天的恩賜 理性就是忠實的僕人 然而我們營造的社會就把榮耀歸給僕人遺忘了 因此香港是需要僕人還是需要主人呢 這篇文其實老老實實 從行文語氣等等是很輕可的批評 也是相當理性的 沒有什麼觸犯禁忌 即是說你取消安慎出行 是不是科學呢 你要求別人Google 要將你香港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國歌置頂 又是不是科學呢 只是問這個問題而已 那你不同意 那你就生不平氣和去解釋給別人聽 我為什麼要這樣做 你發表一個聲明 上次就說他離開了香港了 仍然是死心不息 要危害國家安全 那現在呢 就說 安慎出行 有儲存疫苗 通行證 檢測登記碼 和檢測紀錄等功能 仍有防疫作用 有些言論將 不用掃安慎出行 以為馬同刪除 安慎出行 流動程式混為一談 事不可取 這個也是完全是 叫做 將頭放在沙堆裡面 他看不看到那些人慶高采烈地在網上 不是劇圖 是叫做 screen screen video recording 錄了那個螢幕上面的所有的活動 然後就放上網 多開心去刪除這個安慎出行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統計 下載安慎出行 就有統計 九百多萬 比香港市民還多 刪除安慎出行 他有沒有統計 怎樣運為一談 你不用掃了 我留下你做什麼 是不是 你疫苗通行證對 有其他方法可以展示 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那麼特區政府 為什麼 這麼不無正義 要用這麼多的篇幅 要找一個人寫的 雖然這篇文竟然是一堆屎 回應 一堆屎 完全邏輯 你繼續跟有關網絡 搜尋引擎交涉 就交涉到夠了 人家刪除安慎出行 你說不是 你不可以這樣 你就說不可以這樣 但是人家說了事實給你聽 為什麼要用這麼多時間 去針對一個人 你老老實實明報 無論是網上版 紙版 沒有那麼多人看 豪仔做的Youtube節目 有很多人看 他放了Facebook 有很多人讚賞 單車比賽 有很多人分享 有很多人留言 但這篇文竟然沒有放上去 因為明報 他不習慣去放 人家收錢 不會讓你放上去 你不說 人家就不知道 有一篇文竟 你說了 你這麼高調 令到這篇文竟更加多人看 點擊率更加高 特區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 這就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 我的理解就是 他要朱死曾志豪 簡單地說 他要明報 非曾志豪為止 這個一向都是他的慣忌 兩年前兩年多前 動作《頭條新聞》 目的就是 要取消這個節目 因為睹眼睹鼻 他是針對人 不是針對時 不是針對編文 很多年前 十年前 文匯大公 每天都寫我 我在港台的自由風 每天都寫 寫了十幾萬字 目的是什麼 目的是要港台解僱我 簡單地說 現在就要明報動曾志豪 是吧 即是他動尊子 目的都是這樣 尊子每天都是要心要肺 不過尊子呢 可能就是和明報畫了幾十年 在香港是很有名的政治畫 漫畫家 還是指此一家別無分店 即是明報如果 真的動了尊子 不讓他畫的 那個影響的反響 就肯定是大 明報就比曾志豪更多 所以就暫時還留下 你猜 動完一次尊子 不會動第二次 你看日日在網上 人們分享尊子的漫畫 是要心要肺 我看得到曾志豪 就不能寫的了 應該我覺得 寫包單百分之百不能寫的 可能寫完今個月 沒有的了 還有兩篇那麼大把 那就達到目的了 曾志豪的文章 對於特區政府來說 我認為是一點殺傷力都沒有的 但問題的關鍵就是 正如在網上經常都說的 就是說 即是你 激烈的批評 包括 有些不同的意見 也會覺得你有問題 曾志豪 很溫和 然後 你 沉默 不說話 我看見你算了 我不說 他就覺得別有用心 如果你是不贊重他 不唱贊歌 不拍手掌 不拍鞋 你是不能夠在這個社會裡生存的 即是你繼續會在這個媒體裡面寫的那些 要不就自我審查 對於特區政府所做的事事而不見 他就可能放你一馬 不過你要繼續下去 其他人拆鞋為什麼你不拆鞋,你是不是有用心 於是 漸漸將這些主流媒體 變成一種 奉承的 擦鞋的 所謂的批評都是輕輕嗨嗨嗨的,拗痕的 他覺得 那個媒體他就會接受 其實 寫這麼多 聲明去針對明報的作者 包括有人 針對這個社總的前會長 包括這個針對專子 包括針對這個 曾志豪的目的就是 想告訴明報 想告訴香港的主流傳媒 知道 The Black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看著你 我現在警告你,第一次警告 要他收臉,要他自我審查 明報 非曾志豪其實是很容易的事 一個電話,一個電話就解決了問題 沒得跟他爭辯的,有沒有爭辯的 但是 我經常都說 非了一個 受歡迎的作者 損失 不是一個作者 大家知道明報的稿費有多少錢 土銀 當然他沒有了地盤 發表自己的意見 但最大的損失 在讀者 你沒有了一種聲音 尤其是批評的聲音 今天 在 即是香港 這個政治的氣氛底下 主流的媒體的批評聲音 是非常可貴的 我經常都說一個社會 一個健康的社會 一個健康的制度 是需要有監察和制衡的 要check and balance 立法會已經廢了 廢了 香港沒有了NGO 教協 支聯 職 公盟 你數到過往 對於政府有相當大的批評 有很大的監察遂用 沒有了 剩下工聯會教聯 是吧 又或者那些半生不死的所謂的非政府組織 要一起唱讚歌的 要去這個 中聯辦舉行的這個二十大精神宣講會表態 那些就繼續可以讓你存在 生存下去 如果社會 NGO沒有了反對黨沒有了立法會喪失的監察功能 只剩下媒體 那你不是針對媒體 針對媒體裡面那些 稍為突出一點點不肯歌功頌德的作者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這件事我為什麼會說完一次又一次呢 這不是針對曾志豪一個人的問題 是針對香港的媒體 即是說現在的媒體 已經是失去他的監察功能了 但是還有少少人 不是很聽話 繼續想寫他心目中的東西 他就要動你 好了 主流傳媒 全部通宵 聽話了收了聲 下一步 就是網上 現在譬如Google 這個特區政府就說 你不肯置頂的嘛 你不肯置頂的就有很多方法 又是拉就鎖,殺你騰騰騰 有些人說 人家唯一的方法就是賣廣告 卓永興就說 不行 對方說不會人手操控搜尋結果 但實際給錢就可以置頂 這個是道德問題 為什麼有些東西我們給錢就肯做 不給錢就不和你做呢 因為那個是商業的行為 你賣廣告當然可以置頂 但你不賣廣告的話 那就根據演算法做 我不知道 就是會不會有朝一日 大家都知道 排名系統就是根據 最相關的最高質量的訊息 去做的,不會手動把你放上去 你幹嘛要手動放上去 你把手不是國歌,當作國歌 去搜尋出來 這個是不是一個高質素的資訊呢 我相信答案很清楚 你就不停寫信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一天 好像中國大陸 大家可能不記得 十幾年前 曾幾何時 Google在大陸 市場是很大的 市場佔有率是很高的 是一個百度的 曾幾何時 幾年貨幣 因為中國政府不停地要求 Google搜尋器 篩選 調查一些他們不喜歡的資訊 例如找六四是找不到的 不停地要求 Google說 真不好意思 14億 14億人的市場 我們不要了 那時候沒有14億 可能 13億 我不要了 我們拜拜了 走吧 因為我受不了你們的要求 如果特區政府 繼續 用這件事 甚至 喊打喊殺 要拉要鎖 的話 沒有人能夠保證Google 不會放棄750億 市場 因為經營環境出了問題 你想 我想 我在這裏 用我的演算法 做了這個搜尋結果 你不滿意 然後就找個護法出來說 這樣做已經是等於 把這個榮剛歸香港置頂 就是等於 協助分裂國家 是違反國安法 Google在香港請很多人 包括他們的高級行政人員 可能在美國過來 嘩 中國大陸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 都沒有說我法律要拉要鎖 就是 不勝其煩 要求他改這樣改那樣 刪去這個搜尋結果 人家已經頂不住了 如果你說要拉人 跟Google做事的那班員工 在香港的主管 很危險 那就走吧 會撤出的 那麼今後呢 帝國政府說 那好吧 那麼 啊 我封你網吧 不讓你去Google搜尋 搜尋 香港人有機會只是用百度 我的聽眾觀眾沒什麼所謂 他說用百度 但是大家知不知道 有很多人 香港一個商業社會 做其他的事 做研究等等 是要靠Google賺錢 不是用來玩的 香港會變成怎樣呢 如果Google真的離開你要翻牆 封網翻牆才用到Google 所以他永遠不停地說 他說 事件是大件事 因為對方作為跨國公司 首要責任提供正確資訊 Google明知資訊不正確 用那個公司的政策來推堂 不能夠接受 繼續寫信 他就說 如果同樣事情發生在美國 怎樣呢 說用了另一手 郭哥當美國 郭哥當美國是否告訴別人 我們不能夠去更正 美國是不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因為美國只有一首郭哥 香港只有一首 別人都搞不清楚你 你香港是香港 你為什麼要打香港郭哥又等於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二勇軍進行曲 人家一頭無水 網都會一頭無水 AI都會錯 問題的關鍵就是你有責任 根據人家的遊戲規則 人家的演算法 令到中華人民共和國 郭哥當你搜尋香港 郭哥的時候 可以置到頂 你就用自己的方法去做 這個就是科學精神 要拉鎖的那些叫什麼精神 那些叫強權精神 有強權沒有公理精神 動一點就要拉鎖 動一點又說傳召人家 你有多厲害 每個人都聽你知笛嗎 聽你指揮嗎 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大家會不會用不到Google 暫時聊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心情很快的channel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 謝謝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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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